哈喽,大家好,我是 我的世界在座了,悟催 真想催,建议给我三点加快更新 糞 那么今天给大家来一期 神他妈,羽将军 啊,这里怎么有个羽将军 什么软身兄弟 算了,这不是重点 今天我们看的是战神的视角 他的近乎好像还是四指 看看他实力如何吧 蹲着给颗霸雷 这个蹲着给霸雷是有什么行义吗 想要去空二 这个架队友也有什么行义吗 闹了闹头 空二从开局到现在都是没有队友看过的 队友横涌啊,直接跑过去了 拿平板扫一下 卧槽那没事了 笑他没过去 估计那两个群个屁了 二打四 看眼屁股 有人 收掉 这不有看屁股的意识很好 拿平板再扫一下 周围是有人的 华厂看眼空二 没人顶出来 他不摸进步嘛 都不知道人在哪呢 今天把自己的位置暴露 空二的人还在不在 空二的人还在 但他不在了 神他妈被一个人创了三个 前两个队友一点几倍性没有的 上空二被打死了 然后他又一点几倍性没有的 露脚步露侧身给空二被打死 属于是定解版葫芦娃就也也了属于是 上马术来看这把 还是来ce 对个拐角棒雷 来内场 三个人都在内场嘛 最重要的空二没人呀 空二如果是对面的 打他们三个内场的就跟打靶子一样 掏平板啊 找到个人 不过这人好像在ce不在空二 队友在ce都被干成失血了 没有找到人 代表的队友上空二了 死了 想要防战去补枪 哇 上不去嘛 啊好上来了 但没有看到人 队友又打掉了一个 三打一了 想下包 赢了 这把他连人都没有看到吧 两个性的为何 还是来ce 但棒雷插外边了 啊 他没有去ce 想要来空二 空二进手枪上 加一手空二 拿了个助攻 往内场走了 我发现怎么都不爱抢空二啊 看看他队友都爱去内场 这张图不管打什么模式 最重要的点就是空二 把空二占了 不管怎么打都好打 他也差点没空二打人偷死了 不过现在我对面带人枪比较满 我扫熏牙还有人 怎么熏牙带人枪也满呀 不过队友把这人收掉了 二打二没有准备下包 听到了内场经理有脚步哦 打死 但是队友自己一个人满头炮也被打死了 EV1时间很充裕 先等自己血回马 扫一下 那啥没人 直接下包 他把包下这里要怎么守呢 这包有点不伦不类的呀 去江后点的时候能没偷 去对面架悬下的时候也能被偷 去内场的时候还能被偷 除非他就在包点旁边的手 不然这包怎么都能被撑掉 没有扫到人 他已经听到声音了 最后个人在缆车跨发落脚步 这啥实力呀 打成就敢这么嚣张 慢慢摸 啊 这人蹲在后面扫平马 我以为对面这人是贵路脚步拼 他过来就喷死吧喷死 我真服了扫平马 为什么要夸夸先露个脚步呢 人家换边前的这一把 丢个霸雷 然后再往上面走 他如果要丢这种霸雷的话 就在上面丢不就行了 为什么要先下去丢 然后再上来 可是刷步数呢 来空二 拿来个助攻 不玩不玩的换个档 先要去哪呢 告诉我你的选择 是去内场还是去空二 再架 看眼屁股 也行 拿平马扫 这不行啊 五打一对我都全刚到前点了 他还在后顶用平马扫自己前面 什么意思啊 给这测空气质量呢 是吧 四打一跟着队友往前走 有个白毛 打掉了 先好这把队友杀得比较猛 不然他这把又要一个人没看到赢了 连换边吧 开GD时间 啊 挠挠挠头 算了 太阳是记得自己带的精力充沛 所以第一个办法也得快点丢 这样就能早点丢第二个了 看眼内场 看眼空二 开扫 扫到了 空上有人 想跟队友上空二 啊 想上又不敢上 什么意思 明明动了琴 却又不敢靠近 打了个C1的 又回去那场了 不是他们 可是给我至今迈克尔杰克逊呢 是吧 一会前一会后的 表演太空步是吧 绕了一圈又回空二了 架一下队友 往对面家里走 不是 我怎么感觉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 听到了别后有枪声 才去比包了 队友已经死了 二打二 C1有人 跳下来 人在里面 打了一枪 追 收掉 队友也把另外一个人收掉了 来看新的违和 开局把半雷丢正门 去哪呢 先扫一下 空二有人 看到队友上空二了 自己也跟上 四打四 空二没有人了 那这把长期枪不看见那场吗 队友去看了 杀了一个 神的妈队友在窗口杀了一个 然后他也来看了 这就队友看哪 他看哪呗 发现有一个人往家里跑了 回家里寻找那个人 虚仰没有看到 在家里 收掉了 学回马再来看你帝包 自己也别收掉了 总结吧 今天终于选我用重用标准评价 先让你们沉浸式的看一把 尖销 公運 优优独立 混转 2 3 4 4 5 5 6 5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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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11 10 10 9 11 是因为什么 他老把注意力放在内场 但他在内场又看不到人 看不到人以他的意识 有很难找到的人 所以他上半场杀人 基本都是在残疾的时候杀的 但在下半场的时候 就知道去空二对枪了 虽然他在空二对枪也没啥细节 但至少有了这个主线任务 并且没把空二都稳定有人跟他打 所以他杀戒人来就比较轻松 他在判断对方人在哪的能力 是比较弱的 其他的问题就不说了 这都是很常见的问题 什么对枪理解配合理解 巴拉巴拉的 就从他意识 拜拜